所以基於現在這個複雜的狀況 約旦的外交部長薩法迪稍早就示警了 說其實現在目前觀察到現在 以色列如果沒有想退的話 最糟的狀況即將要到來 而且現在看起來外交努力是沒有任何的成果 最後他也提到關鍵 關鍵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結束這場戰爭 還是得看一個國家那也就是以色列 接著我們繼續研究 所以美國接下來到底還要不要幫助以色列 你現在看到這份數據是美國國會研究處 最近所發布的一份新數據 這個數據的內容顯示光在2023年 也就是今年 美國給以色列播出去的這個晶圓 錢就已經達到了38億美元 那過去其實歐巴馬執政時期 還曾經跟以色列有過一個10年的協議 這個10年的協議時間點 將會介於2019到2028這段時間 總共要給以色列380億美元 這樣子的一個協定 但是如果我們拋開近代 我們時間線拉長拉到二戰 從二戰算到現在 美國給以色列已經有了1580億美元的一個軍援 這個數字如果要跟近期烏克蘭 跟俄羅斯的戰爭來比 當然軍援在美國一年的期間 是給了烏克蘭750億美元 攤開來算 其實對以色列來說 並不算是在短時間之內 給予大量的金錢援助 但無論如何這一筆錢都不是小數字 所以現在這筆錢撥給國外 來看在美國人民的眼裡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呢